有关于台湾跟美国在房地产方面的税制 好像有非常大的不同 因为最近大家会非常关心这个房地产的走势 最主要是因为利率不断提高 所以让过去不断飙升的房价 好像有一些很明显的抑制效果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说 其实这个汇率的提升 让台湾的房价其实没有下跌非常多 而且认为说过了一阵子之后可能还会再反弹 最主要可能关乎于我们背后的一些相关税制 其实不是这么的周全 和美国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那教授可以先帮我们分析一下说 台美在这方面有什么样很大的不同 是 好 谢谢小林的问题 首先呢 这个税制来讲 其实台美在都有这个土地税 有房屋税 那美国当然都是地和房是合一的这种税率 那我就讲举两个比较大的不同的地方 一个是资本利得税 美国的资本利得税相对来讲比台湾高 那台湾资本利得税比较低 那这个是某些程度来讲是会增加这种不动产投机的这种动机 那另外就是说美国来讲它的这个房地层税 在某些区域来讲它也是相对比较高 譬如说像有些州 它可能这个州没有州税 所以它就是完全 特这个不动产的这个税 那以我所居住的麻州来讲 那以麻州平均房价差不多超过50万的这个情况下 各位可以想想看那一年一个房子的这个税就是7500美金 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这些税率是不是税会造成这个不动产的因素有可能 那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小林刚也提到说 这利率上升对房价有一些抑制效果 但是并没有那么明显 那我想这个其实是很多因素 那台湾的不动产价格上升 其实不外乎还是供需的这种问题 因为台湾相对来讲土地就是很受限制 那供给就是有限但需求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增加 那另外呢台湾来讲就是说它有这个原物料价格的上升 但一定会把这个建筑的成本提高 那建筑成本提高的情况之下 那它当然就会一定会造成房地产价格的上升 那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 那再加上台湾的不动产来讲 其实建筑成本是比美国来的高 因为美国大部分都是用木材 而且是比较低矮的房子 那台湾大部分都是钢筋水泥 而且甚至有钢骨的这个结构 那它这个单价的这个建筑成本就是比较高 所以如果要改善这样子的问题情况下 大概有两个方向可以改善 一个就是奖励容积这个问题 可以做一个调整 也就是这种几率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 那因为它这个建案这个大量增加之后 surprise增加 那这个价格应该就会有一些可以解决的地方 那同时呢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房价会变成是民众痛 特别是年轻人的痛 那那就是说在这个提高国民所得 特别是年轻世代 提供比较优质的工作机会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 教授因为我看这个税制的部分 所以美国是千分之1.5 所以一间房子一千五百多一千六百万左右 每年要缴二十几万的税 对 是 所以其实很重 所以难怪大家一直来讲说 台湾要改革的其实就是持有税的部分 是 没有错 你当你的持有成本增加之后 你当然就不会去囤积 那另外呢 就是说台湾还有一个 就是他大部分 如果是做不动产投机的人来讲 他持有的方法 他不是用自然人 他是用法人的方法去投资 或投机 所以是不是要在法人持有的不动产上面 在租税上可能采取一些比较 比较高税率的一些政策 当然就是说也是可以在台湾的 各个政党的政治人物当中 是要进行一个讨论 那因为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这样子的政策实施下来 当然对一般的人民绝对是勇敢 可是这是得罪人的一个政策 对不对 那事实上就是说 如果这个台湾不论是 哪个政党的政治人物 如果能够想到说长远的来讲 因为台湾的土地就是 供给就是这么有限 但是如果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这个地方 人民的长期的一个发展来讲 那他可能就是要做一个 这样子的考量 不纯然把这些问题 经济问题就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 一个借口 那就像美国最近的这个 国债上限的问题 这都是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做法 就是因为台湾其实有不断在讨论说 第一户持有税就这么重的话 大家一般老百姓可能承担不起 因为大家的薪资所并没有这么的高 那所以有人建议说 或许是第二户开始 然后持有税再增加 那所以以美国来讲 并没有这样设计 对不对 他第一户就必须是这样 是的 是的 所以那这样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们会不会觉得说 他不必要一定要持有房屋呢 是租屋还是持有房屋 这个是经济问题 那经济的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市场机能的决定 那当然通常来讲 在美国如果持有房屋 如果没有超过五年的话 其实是不划算 因为购屋买屋搬家 这些都有成本 那像譬如买屋的话 有仲介费 那仲介费是百分之六 那百分之六的情况下 他当时卖方在付这个仲介费 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卖方在这个卖房子的时候 他的价格一定有考虑到 这百分之六 这个付仲介的这个费用 那搬家的成本也很高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你在搬迁的时候 你还有很多的税 税付要去做 那另外还有申请贷款 申请贷款又是一个新的成本 所以在这个一般来讲 如果你在这个住的地方 没有超过五年的话 一般来讲 大家是不会鼓励你去买房子的 可能租屋可能相对来讲 是比较划算 那持有房子 其实除了这个税的付税之外 因为房屋也要维修 因为台湾大部分的房子是集合住宅 那所以你个人没有这种维修的问题 那我讲一个 譬如说在那边的房子是个别的住宅的话 你夏天要割草 冬天要残雪 当然你也可以雇人来做 那你也可以自己来做 可是这些都是有成本 所以就是除了有形的成本之外 还有无形的这个房子维护的一个成本 在这当中 那在像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就会对 是不是我要买很多房子来囤积起来 来做一个投资或投机的工具 那就比较见仁见智 因为我也知道说有人他买的房子 他就是拿来做租屋租出去 有这种租金收入 可是这个赚的钱都是辛苦钱 因为房客如果要跟你抱怨什么东西 你要马上去维修 所以像美国他们也不会有说 例如说我买房子要几年之后才能够买卖 不然税制比较重 也没有这样设计 没有这样设计 我们在武舍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